在不久之前 我就給各位製作過AMD PBO2的教程 能夠達到降壓超頻的效果 可是PBO2的設定比較複雜 想要找到合適的全核心電壓曲線技術 都不是那麼簡單和方便的事 更不用說單獨核心的電壓曲線技術了 加上之前爆出AMD的L3緩存減半事件 以及之後我所分享的CT壓超頻軟件 可以獲得類似C8DH的Dynamic OC3JS功能 還不會有L3緩存減半的問題 讓不少人都選擇了CTR放棄了PBO2 而時間又過了一個月左右 CTR終究還是不能擺脫軟件超頻的不穩定性 特別是指對內開放的CTR 2.1版本 PS模式的穩定性更是低的令人髮質 這也是我為何沒更新CTR 2.1教程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時候AMD更新了Akisa 1.2.0.1的BIOS 之前的L3緩存減半的問題可以說是徹底的解決了 這使得PBO2本身的穩定性以及實用性得到了提升 而本期視頻來和各位分享 如何準確找到每個核心的電壓起線技術的方法 在一位粉絲的推薦下我知道了Core Cycle這個檢測軟件 通過結合Prime95壓力測試 為單獨每個核心進行壓力檢測 從而確定自己所設定的電壓曲線技術是否穩定 而這次我將會通過它來完成PBO2單獨核心的電壓曲線技術調整 首先你所使用的主板必須是更新了Akisa 1.2.0.1或之後的BIOS 然後在PBO2的電壓曲線優化設置中 將全核心設置成每個核心設置 並且將每個核心的設置統一為一樣的復速設置 EU手上的這顆5800X微粒 全核心的電壓曲線優化是可以在復速-10-13左右正常運行的 那麼我嘗試先從復速-15開始進行檢測 之後進入系統後下載Core Cycle的檢測軟件 而軟件下載處我已經放在視頻的簡介裡 也能夠到Game Park去下載更新的版本 下載完畢後首先第一件事不是要運行軟件 由於軟件默認的單獨核心檢測時間為6分鐘一次 這會佔據非常多的時間來進行每個核心的穩定性檢測 因此我們先打開這個Coffee設置文檔 將裡頭的檢測時間從6分鐘更換到1分鐘 這會大大加快每個核心的穩定性測試 完成設置後記得存檔 然後就能開始進行Core Cycle的核心穩定檢測了 在軟件開始進行後會發現檢測時間已經順利更換成60秒一次了 接著就是讓軟件進行每個核心的P9壓力測試 因此如果你使用的處理器核心數量越多 佔據的時間也會越長 如果發現穩定性檢測錯誤也無所謂 先讓軟件繼續進行直到重複8-10次的檢測 可以觀察哪個核心的壓力檢測出現錯誤 這些錯誤的核心就是需要減少電壓技術值的核心 順利通過壓力測試沒爆錯的核心則能夠再進一步的提高電壓技術值 一般會建議每一次增加或減少2-3檔 不過你要是不嫌棄多花點時間來優化到最佳化 可以每一次只增加或減少1檔的電壓技術 而如果在進行壓力檢測的時候不小心重啟也別擔心 重啟後在軟件的文件夾的日誌文件夾裡 也能夠找到重啟前的測試記錄 同樣能夠從中找到需要調整的核心技術值 接著就是不斷的檢測、調整技術 再檢測、再調整技術 以此類推 直到達到了每個核心的技術值上限 確保每個核心都是穩定並且不會爆錯的情況 最終就完成了處理器最佳的電壓技術值了 另外有幾點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首先是主板搭配 在搭配不同主板的情況下 即使是同一個處理器 也會存在電壓技術值無法通用的情況 因此如果要更換主板 建議套用之前的技術值後再進行core cycle的壓力檢測 確保穩定性是沒問題的 另外是防掉壓設置問題 如果遇到偶爾出現壓力測試爆錯情況 我更能建議開啟防掉壓來提到單合成的電壓穩定性 完成了最終的技術值調整後 在與自動PPO2全核心的電壓曲線設置 以及CTR 2.1 來進行不同使用場景中的性能對比 方便給各位參考需要如何做選擇 不過得說明一點的是 每個處理器都存在體質差異 加上搭配的主板甚至是記憶體內存都會影響最後的使用效果 因此最終的數據對比僅供參考 測試採用AMD Ryzen 7 5800S 主板為ROG Switch B550 A Gaming BIOS版本為2006測試版 記憶體內存為2個8GB T-Force 調達RGB DDR3200MHz 並且超頻到4066MHz C16 21 21 21 33 9 硬碟為WegaEdita SPG SS8200 Pro 256GB 顯卡是TUV RS6700STO 12GB 系統為Windows 10專業版20H2 測試最終會以3個模式進行對比 分別是PBO2獨立核心-12-30的電壓技術 PBO2全核心-12電壓技術 以及CTR 2.1 RC2 參數為PE模式1.3V 4.65G P2模式1.4V 4.85G 以及PS模式1.45V 4.925G 首先是跑分設置 在CPU-Z的跑分中 PBO2獨立核心優化的單核心分數為681分 全核心分數為6754分 均比起PBO2全核心優化的表現更好一些 而且CTR由於受限於模式轉換較高延遲的缺陷 在短時間跑分的CPU-Z上的跑分比較弱 因此並沒有實際的參考價值 然後是Cinebench R20 這回的跑分就比較有參考價值了 PBO2獨立核心優化的單核表現是最好的 而多核性能表現最佳的則是CTR 畢竟全核心實際頻率更高 表現更好也是比較正常的 再來是更新的Cinebench R23 情況和R20非常類似 單核心表現還是PBO2獨立核心優化最佳 多核心則是CTR略勝一籌 接著是3DMark Time Spy CPU分數 用來檢測CPU在處理遊戲性能中的表現 表現最好的是CTR模式 其次是PBO2獨立核心優化 考慮到Tan Spy在多核心性能的榨取更多 CTR更優異的多核心表現獲得更大分也就不奇怪了 然後是來進行部分軟件性能測試 首先是V-Ray CPU渲染跑分 同樣也是CTR的表現更勝一籌 再來是Blender CTR同樣有著1秒的優勢 不過要是散熱不受到限制 基本上3個模式下的表現差異都不特別明顯 接著我也進行了AIDA64的緩存測試 主要是用來檢測L3緩存的表現 可以發現不論是任何模式下 L3緩存減半的問題已經徹底解決 這也是為什麼前面說到需要更新到Arkiza 1.2.0.1的BIOS 完成了理論性能跑分和專業性能測試 再來是進行遊戲測試項目 首先是DOTA2 PPO2獨立核心電壓優化可以讓580X頻密達到5.05G 相比起全核心優化的頻率更加高一些 而CTR由於處理器占用較高 只能維持在P2模式的4.85G 但3個模式下的幀數表現都算是一致的 並沒有特別明顯的差距 接著是絕地求神跑距 頻率的表現還是一樣 PPO2獨立核心優化的頻率最高 其次是PPO2全核心優化 最後是CTR 而這一次幀數表現差距是有那麼一點點差別的 PPO2獨立核心優化的幀數表現最好 而PPO2全核心優化和CTR的表現相對接近一些 再來是單機遊戲測試最早幻想失誤 由於測試場景存在一些變量導致不同的場景下 各個模式的表現差距都不一致 這或許是因為遊戲本身的佔用變化比較多 CTR都有機會轉換成更高頻率的PS模式 不過3個模式下的整體表現可以說是沒太大的差別 最後是古墓烈影暗影 PPO2獨立核心優化的表現好那麼一些 而這款遊戲對處理器的佔用比較高 CTR更是有機會直接切換成PE模式運行 對於模式轉換延遲較高的CTR來說相對不友好 完成了遊戲性能測試 感覺PPO2的單獨核心電壓優化 相比起全核心優化 甚至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提升 不過如果你足夠細心 你一定會發現有一個部分的表現差異最大 那就是溫度表現 仔細觀察4款遊戲的測試 PPO2獨立核心優化後的溫度表現 和CTR是差不多的 而PPO2全核心優化的溫度是3個模式裡最高的 為了驗證這個部分 最後還是進行了功耗和溫度測試 首先來進行AIDA64的FPU壓力烤機溫度測試 在烤機進行了30分鐘後 PPO2獨立核心優化的溫度最高是88度 PPO2全核心優化的溫度已經撞到了溫度強來到了90度 而CTR由於全核心電壓可以設置的更低 溫度表現遠比PPO2模式更加理想 只有最高78度 在頻率變化的部分 PPO2獨立核心優化能夠維持在全核心4.6G 而PPO2全核心優化則降到了4.5G CTR則是維持PEM模式的4.65G 最後在功耗表現中 PPO2獨立核心優化的處理器功耗為152W PPO2全核心優化的功耗為156W 而CTR得利於更低的電壓優勢 處理器功耗只有128W 不過FPU考機負載中就不是多數人日常使用會達到的情況 所以我也進行了Cinebench R23跑分的溫度測試 但在跑分情況下 PPO2獨立核心優化和CTR的溫度算是比較接近的 而PPO2全核心優化的溫度明顯高了不少 然後到了多核心跑分 CTR的優勢再度放大 比起PPO2獨立核心優化低了9度 比起PPO2全核心優化更是低了13度 最後是進行Brander渲染的溫度測試 CTR同樣與10度的巨大差距優勢獲得第一 而PPO2獨立核心優化表現在77度 全核心優化的表現則是在82度 最終來總結一下 從上述的測試來看 感覺CTR似乎有著更不錯的性能和更低的溫度表現 應該是這三個模式中最好的選擇 不過如果你是這樣想的 那你就錯了 CTR最大的問題我在節目的開頭就說了 那就是軟件超頻的不穩定性 以及不同處理器體制的差異 所影響的性能和溫度表現也比較大 這一次測試的設定已經算是比較穩定的設置了 不過偶爾還是會出現不知名的重啟問題 我也採用了P95來檢測穩定性 但是就算通過了P95烤機 還是會有機會出現重啟的狀況 我推斷是CTR的模式切換存在一些不穩定的問題 即使是進行單一的核心壓力測試 還是無法從根本解決這個問題的 加上模式切換的延遲更高 如果你玩遊戲的時候 頻繁切換模式 會出現明顯的卡頓感 而CTR比較適合需要多核心性能的用戶 可以犧牲那麼一點的單核性能 或者設置一個不太會頻繁切換模式的設定 來增加更好的使用穩定性 前提是你的處理器體質不太差 能夠有比較多的降壓空間 否則在多核心的性能和溫度表現 可能就和我這次的測試成績有所不同的 而PBO模式雖然電壓設定相對保守一些 溫度和性能看似都比較不太理想 當然在我多次使用各種模式的體驗後 發現PBO相對會更加的穩定 解決不穩定的問題也相對比較簡單 以及單核頻率和性能相對比起CTR更加好一些 其實更加適合遊戲玩家使用 而畢竟遊戲玩家的使用場景 就是有著非常大的處理器性能占用波動 而PBO2幾乎無延遲的更換頻率和電壓 也讓遊戲體驗更加友好 加上通過Core Cycle的檢測軟件 使得獨立核心的電壓曲線優化有了明確的方向感 這也使得處理器本身的單核性能可以再榨乾多一些 而且優化後的溫度表現也會更加的理想 當然對比CTR模式下的溫度表現 還是比較遜色一些的 但是PBO2最大的優點自然就是不同的體質差異 所影響的性能和溫度表現可以說是比較少的 就算是再雷的體質 表現也不會太差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如果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別忘了點贊、評論、分享支持一下 另外新觀眾也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歡迎加入頻道的付費會員計劃 每個月都會有付費會員的專屬直播教學 又或者可以到Buy Me A Coffee 或通過Touching Go Wallet打賞支持我 覺得這次影片意猶未盡的朋友 還能到我的Discord群組來一同交流 而除了有更多第一時間的數碼科技內容分享 有專機需求建議的也能夠到那裡尋求幫助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Kenny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影片見 拜拜 拜拜